大家好,我是三喵 我现在在昆明的五华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周围都是大马路 已经没有几百年前的样子 但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一个寺庙 而也是最后一位汉人皇帝 永历皇帝被吴三桂拿弓弦剿死的地方 所以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这个蔡厄是专门立了一块碑 是名永历帝迅难处 虽然有人说永历皇帝 可能不是最后一位汉人皇帝 可能还有袁世凯那谁谁谁的 但是一般公认的最后一位汉人皇帝 就是他了 这个两边的对联 底下是被挡住了 望金蝉寺 然后这边是这个文复国生 也就是说永历皇帝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 可以说整个大明成了这个民国那些元老们去反清 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图腾 你看孙中山先生不是说过吗 驱逐达鲁光复中华 对吧 驱逐达鲁以谁的名义去驱逐 对不对 那个孙中山先生后来在这个南京啊 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 专门去拜了朱元璇啊 这个明太子的这个陵墓 当然那个陵墓里面这个还是那张苦瓜脸 不过这都是永历帝的身后事 那不妨说说他啊 这个永历帝啊 他是这个名神宗朱许君啊 那个万历皇帝 他这孙子 这个万历皇帝我们知道的朱长沃 对吧 朱长巡 这个第一个儿子第三个儿子 对不对 那还有第七个儿子 朱长颖 那么被封为贵王 那么这个朱游郎 就是永历皇帝啊 就是这个朱长颖他的这个儿子 你知道这个1644年啊 这个崇祯皇帝在那个老歪脖子树上 颈部引体向上啊 哎 说起来那个老歪脖子树那个地方 其实啊 对吧 不太好做视频 因为四周都是摄像头 原因你懂的 对不对 那个景山那个地方啊 他是很很有意思的 就是很多很多的路牌啊 景山可比这儿要大多了 就是景山很多的路牌都会告诉你说 嗯 明崇祯皇帝殉国处 明崇祯皇帝殉国处 于是啊 你走着走着 你就走到了那棵老歪脖子树下 总之 这个崇祯皇帝是没了 但是南明的半壁江山 还是有总是有人在说一个问题啊 说这个南明为什么不像南宋那样坚持了那么久啊 对吧 其实历史上任何任何事情啊 他的这个原因绝对不是说只有一个原因啊 这个南明没有坚持很久 内斗 那当然是咯对不对 然后还有这个不断这个起扰的这个所谓的农民起义军 那这一波势力到底是算谁的 当然了还有这个大明最能打的一支部队 吴三桂的那支官宁铁骑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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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你也可以说啊这个朝政昏庸腐败呀 什么洪光抓蛤蟆呀等等等等 但是吴三桂这支铁军啊 他整个的就投降了这个清朝 这个对于这个南明来说是非常非常致命的 那么永历啊已经是南明的第四个皇帝了 第一个皇帝是洪光皇帝 对吧 那个蛤蟆天子 而且啊这个在南京天天日治久高会不图进去 后来南京沦陷之后啊就被那个绑着送到了北京啊 这个洪光皇帝 对吧 那第二个皇帝什么鲁王什么啊 包括之之后的第二个第三个啊 那么都很快的败亡了 就是东南这边啊 就是龙武皇帝鲁王建国等等等等 少武政权等等 那么永历皇帝是1646年 他记得位 那么他什么时候死的呢 是1660年 整个的这个啊 这个永历啊 他在位的时间的南明可以说是最整个 跟那个很多人眼里边那个秦朝是差不多 只不过这个永历皇帝 他呀是一直的东奔西跑 对吧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个清朝大军追到哪 他就只能去跑 说到这里啊 这个大家都说这个明朝所谓的天子死设计 你真正的天子死设计 那不也就是崇祯吗 崇祯为什么不跑呢 那原因很复杂 那其实崇祯那个时候 朝政败坏到什么地步呢 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自己跟朝臣之间 彼此全无信任可言 你跑的话你总得要朝臣吧 对不对 你怎么跑 对不对 所以到最后就只好自挂东南枝 所以说这个天子死设计这件事情 很多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 是被自己给搞出来的 对吧 这是崇祯 那么到了永历的时候啊 我们接着说 就是想说什么来着 就是绝大绝大多数的这种天子 面对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 都不是那种毅然果敢 就是那种 大家理想中的国之第一人 这种想法 就是能保住自己的权位 就保住自己的权位 能跑则跑 当然这个永历 能够撑那么久啊 因为他手下是有大细菌 没错 就是张献东 他手底下的这个将领 李令国 对吧 孙可望 这几位还是能打的 所以你看啊 这个 对吧 一说到献中啊 这个献中学 这个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好啊 就是中国历史上 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是说这个人有本事没有 有 你说李令国也好 这个孙可望也好 有本事没有 当然有 但是他之前追随的那个主人 张献忠 唉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甚至张献忠自己 李自成自己 军事才能 也都是不错的 那我再说一遍啊 才能不错 军事才能不错 全谋才能不错 绝不代表着他能够为你谋错 他能够政治满分啊 这个是很多人分不清的事情 这个是 可以说是国之悲剧 也靠着这几位啊 撑了很久 甚至啊 把那个投降清朝的那个谁 孔友德 就是英文一只鸡啊 这个断送了大明朝 投奔那个满清的那支火器部队的那个孔友德 对不对 那个把他给逼的自杀了 并且还拿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地盘 看上去大明是复兴有望 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孙可望跟李定国又是起矛盾了 其实你看中国古代这种权子 哎 你看你这个顾成先生写过这个难民史 嘛什么内斗就要亡国 亡国 还要内斗 那为什么内斗是一种刚需呢 因为这种权力之下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就是当我在权力分配当中不是优势的情况下 我个人的安全问题 当然这个事情展开是很多很多 我之前也讲过很多回啊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这种解决 我如果权力旁路我该怎么办 尤其是军权 所以就开始内斗 到后来孙可望投奔了清朝 而李定国呢 他自己是独木难支 当这个清朝军队去入贵州入巅的时候 永利皇帝也只能去跑 当时有设想是跑到四川啊 这个回东十三家跟那些湖北重庆的回东十三家建立联系 但是呢最终还是选择过这个蓝仓江过怒江啊 有那个怒江我是这个坐车过去 我非常非常的险 也在那个惠通桥那边就看过 那么这个永利皇帝跑在那边啊 希望以怒江为界 滇西坚持抗清啊 李定国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呢这个你看皇帝本人也是被吓破了胆 对不对 这个跑到了缅甸 那祈求过去的这个策封国给他这个庇护 但是缅甸的吴三桂的大兵压境之下呢 最终啊 这个缅甸的国王地理发动政变 猛白吧 发动政变把这个缅甸的国王给干掉了 然后呢 吴三桂索要这个永利帝要的非常急 于是呢就把这个永利帝送回了昆明 最终呢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把永利皇帝跟他的儿子太子都给永空贤给勒死了 哎说起来永利皇帝的太子也是有一个教名的叫尼古拉斯啊 啊不是尼古拉斯叫君士坦丁啊 这个当时永利皇帝在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 曾经向罗马教廷去写信 祈求啊这个得到这个罗马教廷的这个帮助 哎也不知道这个他是怎么自称是东方唯一的基督教保护者的 看难道忘了自己的祖父万利皇帝在的时候啊 怎么打压基督教包括这个天启年间等等南京交岸这种事情可能都忘了 总之这个永利皇帝跟皇太子君士坦丁大约的确是死了 对不对 你说永利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对吧 有人说他是昏君啊 有人说他是个好人 但我想说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在中国专制体制下典型的皇帝 对不对 他如果天下太平可能名声还不错 但是在这种环境下就极有争议了 只不过只不过啊 这个当永利皇帝的身后啊 这个顾明这个旗号反清复明 然后又到了民国被人打了起来 对不对 这个是蔡厄提的呗 那能不能说这个万民思念大明朝呢 对吧 你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这整个事情吧 就是一个很烂的政权 被一个更没有下限 更烂的政权给干掉了 对不对 当然吴三桂在这当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对吧 我们完全可以再做一集 但是吴三桂啊 这个总是在这个历史的关头做出错误的选择啊 这个的确也是一种本事 对吧 所以吴三桂这个名声真的很差 那顺便说一句 永利皇帝当时逃亡腾冲的时候饿得不行 然后这个当地的这个农民给他什么耳块啊 就各种东西给拌一拌啊 救了永利皇帝的命啊 永利皇帝说你这可是救驾啊 这个东西叫大救驾啊 这道菜我的腾冲还是吃过的 嗯 其实还是挺好吃 好 我们今天的结论是大救驾很好吃 好 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啊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名字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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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